转变思维方式完全接纳自己 心理学上认为 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的情绪 面对同一件事 同一个问题 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和处理 习惯性强势思维的人 接受现实改变自己 而习惯性弱势思维的人 只会陷入无谓的内耗 今天洞建军总结 潜藏于人性之中的六种弱势思维 是一个人陷入习惯性内耗的根源 希望朋友们借此唤醒自己 积极而正面的生活 一 灾难型思维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与他人意见不合 就觉得自己得罪了人 觉得自己会被孤立 被打压 越想越害怕 一看到孩子考试成绩不如意 就认定他未来没出息 整日思虑胶着 担心他撑不起以后的生活 生活的一粒尘 落在你心头就成了一座山 稍微有风吹草动 就能在你心里掀起滔天俱老 作家亚伦说 真正击垮人的 从来不是事实 而是你头脑里的灾难化想法 那些稀松平常的事情 本不会带来痛苦 自我放大 自我拉扯引发的内耗 才是痛苦的根源 世间是 没那么容易变好 也没那么容易变坏 平常心 平常怠 当你把脑子里的灾难 放大镜拿出来 内心才会宁静平和 二 比较行思维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 反向落差 一个人越是对比 越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差 就会越敏感挫败 作家马歇尔说 与人比较 是一个人悲惨生活的开始 看见亲戚挣钱比自己多 就心里发急 不断给自己施样 知道别家孩子成绩比自家孩子好 就满面愁容 心意凡乱 听说以前不如自己的同学 如今混得风生水起 就陷入深深的挫败感 结果就是你没有改变任何现状 却已将自己搞得心神不宁 生活一塌糊涂 作家水木然说 一个人的价值 取决于他能够正确给自己定位 找到自己的位置 而不是和别人比来比去 对比不会有结果 把目光专注于自身 才是转机 与其羡慕别人拥有 不如凡事向内求索 看清自己的实力 明确自己的目标 不断用行动提升自己 你才会活成自己最想要的样子 三 凹凸进思维 一个白板上有一个黑点 其余都是白色 这时候你会看到什么 是黑点 还是巨大的白色部分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看到前者 就像每个人身上的小缺陷 它只占一个人的很小部分 但它总能轻易挑起你的全部注意 甚至让你灰心丧气 你性格很好 但因相貌平平 总觉得没人会与自己交往 于是一度陷入自卑 你思维敏捷 但因做事容易三分钟热度 就一味否定自己 认定自己难成大事 人为什么会感到痛苦 就是因为过度放大了自己的不足 而忽略了自身的优势 白臂微狭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陷 有所短也有所长 有所光亮也有所灰暗 别对自己的闪光视而不见 也别对自己的缺陷更更于怀 当你真正地看清自己 悦纳自己 才能走出自我贬低的怪圈 四 把字形思维 偶然看过一幅漫画 小回去做心理咨询 咨询过程中 咨询师发现 小回是典型的把字形人格 什么是把字形人格 就是常把不属于自己的错误 归结于自己 丈夫照看儿子的过程中 孩子无意摔倒 他责备自己怎么不亲自看着 同事挨领导的骂 他埋怨自己当初怎么不伸手帮一把 明明毫无根据 却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罪过 明明是不关己 却还是在内心扛下责任 任凭自责吞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 过度负责 就是越界 承担太多 就是偷知自己 我们不是上帝 不需要拯救所有人 更不必以此来自我批判 做自己该做的事 但自己该担的则 管好自己 少度他人 于人是一种尊重 于己 则是一种慈悲 无 反处形思维 现代心理学中 有个名词叫反处思维 指的是对所烦恼的问题 进行反复拒绝 反复思考 人一旦陷入这种思维 就会深陷负面情绪的泥脑 比如工作汇报已经过去一周 你还在不断懊恼 为什么当时不提前准备 不讲得更有逻辑些 领导当时的表情 是不是对我很不满 比如上班路上 忘了和同事打招呼 你回到家 还不停琢磨对方的态度 他是不是不高兴 是不是在生我气 为什么到公司后 一直无视我 别人的每个眼神 你都仔细回味 别人的每个表情 你都反复探究 那么这些不值一提的 细致末节 在你脑海中持续发酵 让你精疲力竭 漫画家金米说 不要在一件 别扭的事上纠缠太久 纠缠久了 你会烦会痛 会咽会累 会伤神会心碎 反处只会好赶你的精力 内耗只会瓦解你的信念 凡事不挂心头 才不会形容枯搞 心中少些思虑 才能活得轻松 正如冯唐所说 我不多想了就幸福了 换言之 幸福就是不多想06 涉陷型思维 美国一家报社里 有位小记者雄思 一天 上司派他约访大法官布兰德斯 雄思大吃一惊 联盟拒绝 不行不行 他根本就不认识我 在他看来 自己不过是一个无名小族 经验浅 又毫无身份地位 别人根本不可能理他 雄思一脸失落 对上司说 或许可以把机会 让给更有能力的人 我还是算了吧 上司瞥了一眼 拿起电话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你好 我是明星报的记者 雄思 我奉命采访布兰德斯法官 不知道他今天能否接见我几分钟 他不会答应的 我的能力还不能采访他 雄思惶恐地说 这时 变化那头传出声音 1点15分 精准时 先前所有的担忧 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生活中 不乏像雄思这样的人 准备写一篇文章 还没开写就担心数据不好 效果不佳 迟迟不敢行动 想竞选部门经理 满脑子都是怕淘汰 怕同事笑话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有句话说得好 想太多 做太少 不是内耗就是烦恼 很多时候令你止步不前的 不是没准备好 而是你的过度忧心 与其千优万绿 不如以行动来自救 想做的 现在就去做 让自己行动起来 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古希腊哲学家 埃皮克提图说 人的烦恼并非来源于实际问题 而是来源于看问题的方式 所有的内耗 都是源于对自己 以及环境的负面解读 转变思维 接纳自己 永远不要陷入习惯性内耗 当你以积极的眼光看世界 自然能治愈内耗 收获美好与安宁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